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食物链只是大自然社交网络最简单的一种表现形式 你能想象吗 鱼类和森林能相互促进生长 鹤能影响火腿的产量 狼群能保护河道 蚯蚓能危害野猪 而人类对动物的好心保护可能会破坏森林的生长 这些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 但是自然界中的万物 其实一直在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复杂方式相互关联着 这也正是大自然社交网络的魅力所在 这本书的作者彼得沃雷本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故事 小时候爷爷送给他一块手表 他非常开心 很想弄懂这块表的工作原理 就把表呢给拆了 等他重新组装起来的时候 他发现多了几个零件装不上 表也不走了 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 发现大自然就像是一块无与伦比的庞大钟表 而自然科学家呢 就像是那个试图搞懂钟表运行规律的孩子 只不过大自然的社交网络实在太过复杂 人类不仅常常弄不清楚 甚至还可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弄巧成拙 引发矛盾和危机 因此 作者的核心观点就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自然社交网络的复杂性 就算是人类最微小的干涉 也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最好不要干涉自然 至于其中的原因 我相信在听完这本书之后 你就会获得答案 书中呢列举的很多事实 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想象 哪怕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会被书中所呈现的 大自然的神奇和精巧 惊艳到 因而 这本书一经问世 就获得了读者的高度肯定 他曾登顶德国明镜周刊的 非小说类畅销榜 长达13种 在17个国家相继出版 而且至今仍然是 德国亚马逊自然类图书的销售第一名 作者彼得沃雷本 是德国著名自然作家 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自然保护主义者 长大以后 在林业管理局做公务员 后来呢辞去公职 在德国埃菲尔地区 管理一片环保林区 致力于恢复这片森林的原始形态 并将平日里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的 各种有趣的细节 集结成书 他撰写的系列丛书 森林的奇妙旅行 动物的内心戏 动物的精神生活等等 出版后都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 横扫各类科普书榜单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在沃雷本的眼中 拥有复杂社交网络的大自然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会把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解 第一 为什么说大自然的社交网络极其复杂 第二 人类的活动是怎样影响大自然运转的 第三 该怎样让大自然恢复正常运转 我们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鹤能影响火腿的产量 鱼类和森林能相互促进生长等等 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 通过大自然的社交网络 发生了复杂而又奇妙的联系 那这背后是什么机制呢 第一部分我们就来谈一谈 为什么说大自然的社交网络极其复杂 我们都知道 鹤的外形优雅高贵 如果亲眼见过他们的身姿 估计很少会有人不喜欢他们 事实呢也确实如此 比如欧洲人民 就投入了很大力气去保护鹤的生存繁衍 上世纪六十年代 德国境内的鹤大约只有六百对 可是到了今天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八千对 可见人们对鹤的保护是很有成效的 鹤呢是一种候鸟 随着数量的逐渐增多 越来越多的鹤 开始把气候温和的西班牙 作为自己的跃动地 而西班牙 埃斯特雷马都拉自治区的东青利林 更是鹤最爱的目的地 因为东青利杰出的巷子 是鹤最喜欢的美食 但同时 西班牙最富盛名的伊比利亚火腿 是用伊比利亚黑猪肉制成的 这种黑猪呢只有吃下足够的东青利巷子 才能让肉质的美味程度达到最佳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虽然东青利是西班牙的原生树木 但是因为人们大量砍伐原始东青利林 改种成新的素生经济林 现存的东青利林数量呢已经很少 是当地农民不可替代的一种宝贵资源 这个时候大量的鹤到紫月东吃掉大量巷子 就严重影响了伊比利亚黑猪的食物来源 进而影响了伊比利亚火腿的产量 让农民的利益受到威胁 所以说虽然鹤不会偷吃火腿 但确实导致了火腿产量的降低 从这里就不难发现 自然界不同部分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 有时候呢可以非常微妙 并不总是像狼吃羊那么简单直接 这还不是全部啊 在大自然里不仅不同部分之间 可以发生微妙的关联 而且这种关联还可以是多项的 比如鱼类和森林的生长能相互促进 在北美洲的西北部沿岸地区 生活着大量的鲑鱼 这些鲑鱼呢幼年时从河流进入大海生存 性成熟之后会逆流而上 回到它们的出生地交配产卵 神奇的地方是 鲑鱼回游流域附近的森林 生长速度能达到附近其他地区森林的三倍 这是为什么呢 表面上看鲑鱼的回游和森林的生长 并没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呢 这背后有一段凶险的故事 每年在鲑鱼的回游季 森林里的捕食者都会守在河道附近 抓捕大量鲜嫩肥美的鲑鱼 比如熊就是捕鱼能手 不仅吃鱼吃的宝宝的 还经常大搞浪费 抓住的鱼要是不够肥 随手就扔掉了 不过呢 这些粮食不会被浪费 水雕 狐狸 鹰 还有各种昆虫和微生物 都会借这个机会饱餐一顿 然后呢 把粪便留在附近的土地上 更关键的是 鲑鱼体内富含氮元素 而氮元素能大大加快植物的生长 鲑鱼被吃掉以后 它们身体中的氮元素就会随着粪便 留在附近森林的土地上 从而大大加快这片森林的生长速度 你看 水里的鱼可以加快陆地上森林的生长速度 是不是也很神奇呢 但其实这种效应呢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森林也可以促进鱼类的生长 这又是为什么呢 科学家发现啊 树木落叶中含有的某种酸 可以促进浮游生物的增长 所以沿海地区树木越多 落叶越多 海岸中的浮游生物就会越多 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呢 也会越多 海洋里和陆地上看似不相关的两种生物 就这样发生了关联 听完西班牙火腿和北美鲑鱼的例子 你应该发现 大自然的社交网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这一方面呢 是因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实在太多 不同部分之间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发生出人意料的联系 另一方面呢 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是多项的 可以相互促进 也可以相互抑制 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复杂 那我们在研究它给它下定义的时候 就不能再用简单的标准进行判断 比如我们平常在描述一些动植物的时候 总喜欢用好或者坏来形容 这种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分法 往往与事物的真相相去甚远 比如有三种昆虫 小杜虫 牙虫和蚂蚁 它们到底是森林里的害虫还是异虫 就很难定义 小杜虫喜欢啃咬树木 树量少的时候 主要啃咬比较虚弱 快要枯死的树木 树量特别多的时候呢 也会杀死健康的树木 牙虫呢 喜欢趴在树叶或树皮上 吸取树的枝叶 主要目的是从树的枝叶里获得蛋白质 同时呢 枝叶里富含糖类 所以牙虫就会排出大量糖类分辨 夏天我们把车停在树下 经常会发现 不一会儿车窗玻璃就黏糊糊的 那其实呢就是沾上了牙虫的糖类分辨 从传统观点来看 小肚虫和牙虫都是害虫 森林蚂蚁的身份就比较难定义了 蚂蚁喜欢吃小肚虫 也喜欢吃牙虫的糖类分辨 所以呢 它们会一边消灭小肚虫 一边大量饲养牙虫 把牙虫囚禁起来 获取糖类分辨 那这个时候 蚂蚁到底算异虫还是害虫呢 似乎很难判断 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森林里有蚂蚁生活的地方 树木的生长速度 要比附近其他地方快两三倍 总的来看呢 蚂蚁对树木的影响是利益大于弊的 那么能就此判断蚂蚁是一虫吗 作者认为 我们还是不能下定论 因为生态系统实在太过复杂 任何定义都不能完全概括 它们的实际效果 回过头来 我们甚至不能说 小肚虫和牙虫就是害虫 因为小肚虫一般只侵蚀快要枯死的树木 这对森林的更新换代 其实很有好处 牙虫呢 虽然会吸取树木的枝叶 但是在牙虫和蚂蚁的共同作用下 树木的生长速度反而会加快 也就是说 不管是小肚虫 牙虫还是蚂蚁 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用 害虫或异虫来定义 大自然的社交网络 精密繁复 我们很难看清其全部奥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明智的办法其实是保持谨慎克制 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 要知道 越是高度复杂的系统 越容易产生可怕的联动效应 一个微小的局部变动 可能会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 继而造成全局性的灾难 人类曾经以自然界的主宰者自居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 发展社会经济 对大自然大肆发起进攻 在生态环境破坏 自然灾害频发之后 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然而 即便是出于保护自然的目的 也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说一说 人类的活动是怎样影响大自然运转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狼群和河流改道的故事 在上世纪初的美国黄石公园 当地农民因为担心野狼伤害牲畜 所以千方百计地消灭狼群 到上世纪二十年代 黄石公园的狼群被消灭殆尽 同时公园内其他野生动物被保护得很好 有时候甚至还会得到人类的同位 比如生活在这里的鹿 但人们当时没有意识到 狼和鹿的此消彼长会给环境带来多大的破坏 狼在黄石公园绝迹后不久 鹿的数量急剧增长 公园内大量草地被啃光 土地开始变得贫瘠 生物多样性大大降低 最严重的是沿河两岸 所有植被都被食草动物彻底啃光 土地变得松动 河岸变得绵延弯曲 河流也就因此频繁改道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土地环境 同时很多其他动物的日子也不好过 尤其是灰熊 灰熊在秋天会用大量的野果来喂饱幼崽 可是鹿的数量急增 把野果子都给吃光了 熊就只能经常饿肚子 直到1995年 人们意识到狼群的重要性 重新往公园内投放了狼群 才逐步恢复了这片地区的生态 鹿的数量减少 河道重新变得坚固 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 灰熊的日子也舒服了很多 在这个案例中 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 干涉大自然的运转 结果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 产生了负面后果 有人可能会想 那我们少考虑一点人类自身的利益 多从动物的利益出发 比如那些关爱野生动物的组织所做的 那样是不是就不会有负面影响了呢 其实也不一定 作者告诉我们 就算是出于保护自然的积极目的 也可能对大自然的运转产生消极后果 比如很多德国人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会在冬天往森林里投放大量的饲料 保证动物们不会忍饥挨饿 这种行为的动机呢 完全是善意的 出于人的同情心 或者保护自然的良好愿望 但是没有想到 后来事与愿违 在自然状态下 德国森林里野猪的数量 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这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调节机制 那就是森林里的主要树种 山茅菊和橡树 它们不是每年都结果 而是三到五年才结一次果 而且这种周期性的结果 还不是一棵树的行为 而是整片森林的集体行为 也就是说 某一年如果不结果 那所有山茅菊或者橡树就都不结果 要是结果 那所有的树都会在同一年结果 这里面的原理 科学家们至今都没有弄明白 但这种几年结一次果实的现象 等于在某些年份的冬天 特意制造出饥荒 没有输的果实吃了 野猪的数量就不至于增长得太快 而是稳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 但是呢 人类的投胃出现以后 情况就变了 因为人们每年冬天都会投胃大量的饲料 所以呢野猪在冬天呢 就不会再遇到饥荒 时间长了 野猪的数量越来越多 一开始它们吃的东西还算够 但数量太多之后 它们就开始吃掉它们所有能吃的东西 包括树木的种子 和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多年 那一片森林里的所有小树都没有办法长大 森林无法完成更新换代 进行良性的循环 反而产生了生态灾难 由此可见啊 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 不管是为了自身利益 还是出于保护自然的良好愿望 都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虽然只是拆下了一个细小的齿轮 但足以让一块钟表停摆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呢 都是人类活动对大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和我一样的疑问 既然人类难以预测和控制自己的行动后果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让大自然恢复正常运转呢 这就是第三部分我要跟你聊的话题 为了让大自然恢复运转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大自然正常的运转节奏是如何被破坏的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小肚虫 它们的大量繁衍会给整片森林带来灭顶之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小肚虫看起来就是危害森林的罪魁祸首 但是作者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误会了小肚虫 因为没有任何物种会不顾地毁掉 自己最基本的生存空间 小肚虫也是 对它们来说 最好的处境是在一片健康的森林里持续繁衍 偶尔吃掉一两棵快要死掉的树 而不是把整片森林消灭掉 然后没有东西可吃 有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小肚虫毁掉整片森林的情况 主要还是因为人类的活动 一方面 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让全球气温升高 这让很多适应较冷气候的树木难以接受 抵抗力下降 变得容易被侵蚀 另一方面 人类大面积砍伐原始森林 用单一化的森林农场取而代之 这些新来的树种 没有发展出对抗小肚虫的天赋 就更容易被侵蚀 在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小肚虫似乎成了森林的罪人 但作者认为 小肚虫其实根本算不上海虫 这种弱小的寄生虫 平时只会在古老的森林里 老老实实地吃掉树里面的老弱病残 而且老树倒下之后 树的躯干会成为很多动物的新家园 老树留下的空地里也会长出新的树苗 让森林进行更新换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小肚虫不仅不是掘墓者 反倒是新生命的开启者 小肚虫的泛滥恰恰提醒我们 人类在改变自然的时候 经常会把引发的弊端 怪罪到其他生物头上 而忘记自己才是始作俑者 亿万年来 自然一直在按照它的节奏运行 可几几年来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实在太快 远远超过了大自然的恢复能力 从而引发了各种问题 虽然不能说今天自然界的所有问题 都是由人类引起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类活动确实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人类在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之后 保护自然进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 越来越普及 各国的官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都越来越关注保护自然的议题 这种理念当然没错 但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 却长成不得反 有时候甚至是打着保护的旗号 做着迎合人类审美趣味的活动 比如说有一种叫松鸡的鸟类 它们的多数分布在北欧的真叶森林里 而作者所在的德国 大部分地区的原始树木是山毛菊这种阔叶树 松鸡原本不适合生活在这里 但是因为松鸡长得很好看 也是很多动物爱好者们希望保护的对象 德国一些官方和民间的保护者 就想方设法为极个别的松鸡创造生存条件 比如大量砍伐树木让阳光能照到地面 有了阳光 松鸡喜欢的蓝莓灌木就能长得好 松鸡就有了生存空间 德国人看起来确实是保护了一种漂亮的鸟类 但滑稽的是 德国原本就不产松鸡 松鸡其实根本就不属于这片土地 这种保护行为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原本希望修复大自然这块钟标 可实际上呢 这块标可能根本就没坏 只是我们认为它坏了而已 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比如今天的德国有不少美丽的草原 在这里 草本植物争取豆艳 蝴蝶飞舞 温和的哺乳动物漫步其中 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看到这幅景象 我们很可能会觉得 德国的自然保护做得可真好 但作者告诉我们 德国本来是没有什么草原的 绝大部分地方都被森林覆盖 今天的草原 只是人类砍伐森林的产物 如果人类真的让自然恢复原样 不干涉自然的发展 那么这些草原迟早还会长成森林 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 我们让自然恢复了原样 刚刚说到的德国松基和草原的例子都说明 其实我们经常以保护自然的名义 来达到审美的目的 那么为了让大自然恢复正常运转 什么才算是真正好的保护呢 作者的观点是 既然人类的干涉总是可能带来这样那样的后果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关头 我们最好不要干涉大自然 也就是说放任自然 是让自然恢复正常运转的最好方法 听到这儿你可能又有疑问了 自然已经在很多方面遭到破坏了 如果放任自然的话 自然真的能恢复正常吗 作者告诉我们 应该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超强的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吗 因为人类的喂养 德国森林里的野猪数量急剧膨胀 超过了森林的承载能力 这时候呢 大自然其实就开始了自我修复 那就是通过蚯蚓来控制野猪的数量 没错 蚯蚓可以操纵野猪的数量 当然蚯蚓本身对野猪是无害的 野猪喜欢用它们的盘撞的鼻子 在松软的泥土里找肉吃 这里说的肉就是蚯蚓 正常情况下 只有很少的蚯蚓体内会携带血腺虫的幼虫 野猪吃下这种蚯蚓之后呢 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不过因为野猪数量有限 血腺虫从蚯蚓到野猪体内 再随野猪分辨排出 重新进入蚯蚓体内的过程并不顺畅 所以很少有因为吃蚯蚓而染病的野猪 但野猪数量太多之后 血腺虫在蚯和野猪体内的循环被打通了 就像瘟疫爆发一样 体内含有血腺虫的蚯蚓数量大大增加 杀死大量野猪 通过这样的方式 野猪的数量开始下降 并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你看 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修复术 大自然完全能在一定范围内 通过各种调节 让自己恢复正常运转 作者认为 只有到必要关头我们才应该出手干预 那什么是必要关头呢 就是某个物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的时候 比如对赤鸢的保护 就是这么一种特例 赤鸢这种猛禽呢 原本在欧洲有比较广泛的分布 可因为栖息地被破坏 目前赤鸢在德国以外的地区正在大量消失 因为赤鸢比较喜欢生活在草原 或者森林草原的边缘地带 而今天的德国 因为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 出现了很多适合赤鸢生存的地方 赤鸢这个物种才不至于面临灭绝的风险 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必要关头 只有这种时候 人类的干预才能真正算是力大于弊 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不是无限的 我们在尽量放任自然的同时 也应该给大自然足够的自我调整的时间和空间 比如说随着气候变暖 喜爱寒冷欧洲的真雁林 有着往北迁徙的趋势 但因为农田草原和城市 把森林分割成了一块一块的 大自然的这种自我调整 森林的这种迁徙就被打断了 自然的自我调整能力就没有了施展空间 所以作者认为 在全球整体气候的层面 我们确实需要做出一些努力 我们帮助森林迁徙不太现实 但是呢 控制碳排放 阻止气温过快升高 还是很有必要的 总之 为了让大自然恢复正常运转 在宏观层面 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 不放任气候的无休止变暖 而在微观层面 应该尽可能的减少干预 让大自然通过自我调节 达到最稳定的平衡状态 这才是作者推崇的 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好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本期音频的内容 首先 我们说到了大自然社交网络的复杂性 自然界的不同组成部分 会以各种奇特的方式发生联系 比如 鹤能影响火腿的产量 鲑鱼能影响森林的生长 我们在认识自然的时候 切记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 其次我们谈到了 人类的活动是怎样影响大自然运转的 因为自然系统的精密繁复 人类的各种行为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都可能通过那张巨大的社交网络 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们在对自然采取行动的时候 应保持谨慎克制 最后我们谈到 该如何让大自然恢复正常运转 我们要意识到 人类的很多保护行为 并不能真正地起到保护自然的效果 而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 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所以作者认为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干预自然 这正是符合道家无为而至的思想 在今天 要保护自然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基本公式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保护自然的根本目的 真的是保护自然吗 中科院院士丁仲理 有一次谈到碳排放的话题 他说 减少碳排放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 而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 地球用不着人类去拯救 地球温度比现在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 地球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十倍的时候也有的是 地球这么演化过来一直都好好的 毁灭的只是物种而已 同样 自然并不真的需要人类去保护 几十亿年来 沧海桑田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过啊 真正需要人类保护的其实是人类自己 或许 从这个视角 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 珍惜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从而拥有对大自然更真诚的敬畏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